你想让我们大家帮帮你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先跟你女朋友聊两句 好 就上次那个 让你去维护的那个大客户 是男性吗 对 是男性 如果维护好这个大客户 你们大概可以挣多少钱呢 大概是 接近万数的 一万块钱 差不多 你在你们这段感情当中 就值一万块钱 作为一个男人 任何一个正常的男性 都会排斥女朋友 为了自己的工作 去陪其他男人 做类似的事情 当然他们可能 没有任何实质性接触 仅仅是喝酒这件事 绝大多数男人都是拒绝的 而为了自己的利益 让自己的女朋友 去做这件事情 是什么 是这个男人的无能 懦弱 不自重 所以 如果你们结婚了呢 如果未来继续在一起呢 有一天 你会不会把它卖了 还在那数钱呢 那肯定不会 你拿什么肯定啊 就拿你刚才 跟我说的这件事情吗 就这一个事 后面的事 我都不用听了 我以为你只是情商低 不会说话 其实你是在拿 刻薄当幽默 我总结了 几件事情 写下来一句话 它是一个长得丑 应该去死 还不如幼子的女人 这些词都是从你嘴里 说出来的 有任何一点点 喜欢和爱吗 我能帮你吗 小王 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大的原则就是 劝和不劝分的 可是怎么让这个女孩坚持 你对她有一点点认同吗 有一点点怜惜吗 如果都没有 说明她不是你 真是的那个女人 或者说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爱情 如果不懂 就去学 如果错了 就去改 而你们这一段感情 我认为只有四个字 叫做赋睡难收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主任老师